哈囉 大家好 現在要 錄製 Candency 然後 Piecebox 那現在我們就是開始 ORK的Campature 然後 這邊是選擇 ORK的Campature CIS 然後 啟動Candency程序 那我們這邊 這邊是要製作 那個 震盪器的 模擬 那我們就是已經有做好電路了 那電路的部分的話我們就直接 開啟舊檔 那我們就按到左上角的File Open Project 然後選取我們製作好的 電路檔案 然後開啟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始來 操作 那首先我們就是直接 New Simulation Apply 對 然後 名字的部分的話我們直接打 Fancy Subtit 然後 indefinite 好 那這邊的話 會跳出一個 視窗就是 Simulation的Setting 就是設定 那我們就是設定 Tundle 那這邊的話 C6 Type 我們這邊是選Tanglement 對那 模擬的 那個W2Tile的話我們就設定3秒 好這樣子就可以按到確定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就直接 Run piecewise 對那這邊的話 會跳出 piecewise的那個 模擬視窗 好那我們再看回來 那 這邊的話我們還可以 去做一個操作我們可以 去檢視 就是 偏電壓的部分 我們就按到上面的V 然後這邊會顯示 節點的偏電壓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再 點i 顯示偏電流 好 好 對那這邊的話就是 可以節省 計算 或者是說 有些電路 的設計或者是 考題 可以這樣子 拉一拉之後然後 直接這樣點去就可以看到 各點的答案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 來操作 piecewise的介面 好那現在目前沒有出現 任何的模擬波形 那我們就是 要 直接 做模擬的動作 好那我們就是按 add check 那我們是要 檢視 就是 二極體的 電流的 波形的部分 那我們就選 id1id2 就是這邊的id1id2 二極體的 那個電流波形 好那我們按OK OK 好那這邊會顯示 二極體的 呃 電流波形 好 那這邊的話還是沒有出現什麼 同時就是數值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再按 Tress Culture Spray 對那 這邊的話 它刻著 的光標 對然後 我們 按滑鼠左鍵 它會出現黃色光標 按滑鼠右鍵會出現綠色光標 那我們就是左鍵的話就是 讓它移動到 呃 波形的高峰處 我們就選擇一個 綠色波形的高峰處 以及另外一個 綠色光標移動到 另外一個 綠色波形的高峰處 然後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 下方的部分 下方部分的話就是它會有 出現 那個光標的 走在位置 紅色光標位置 還有綠色光標位置 然後他們這邊 就是相檢之後的話 時間軸的部分 是 負的 618.3毫秒 對那週期的 時間就是 0.62秒左右 對那這光標 就是 用來看這些 數值就是 也可以拿來用來計算週期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儲存 單數的部分 我們就是按到上面的 Windows 然後再點選 Display Control 那這邊會有 New Name 那我們就是 打一個 ID Set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了 Close 對那下次 進入的時候的話我們就是 再點 Windows 然後再點 DisplayControl 然後再選擇 這件儲存好的 然後 Load 就可以 看到了 好就這樣子 了 好 好